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到底后续会如何发展呢 曾俏老师就特别说啦 这个昨天是加速赶底 今天果然上涨 大家的疑问就是 那后续能够继续的上涨吗 好我昨天特别跟大家讲 讲的好戏在今天嘛 今天会大涨 今天有机会大涨 而且我跟你分析的很透彻 那么我们还是要 把整个架构来跟大家讲 美国股市昨天也是大涨 如果你去我们这个 我们的这个FB 你看到我今天 一大早5点多帮你做的分析 就跟你讲说 美国涨的是跌得很深的股票 当然美国已经重回多头了 麻烦导播给我们看一下 美国高科技股 纳斯达克的这个 这个K线 麻烦导播给我们看一下 美国高科技股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已经写下了 今年的高点 也就是说 过去这13年的高点 昨天再度写下新高了 到这边我就跟大家说了 手头上站会知道 不用怕手会脱红胎 我们再把这图形稍微放大一点 那个这个之前的拉回那一段 打到四三二一 我很好记吧 四三二一 打到这四三二一 这一段就是 美国在公布财报的时候 这一段美国在公布财报的时候 所以我说过美国公布财报的时候 就是会拉回 他们在做换股 我跟大家解释的很清楚 但是财报一公布完就上来了 所以财报一公布完就上来 我有没有讲错 而且我这个是在两个月前就跟大家讲说 这个七月八月份这一块它会拉回 国际股市美国会拉回 可是取而代之的是 大陆股市 麻烦给我们看大陆股市 创业版好了 创业版好了 创业版今天又大涨了 创业版今天又大涨了 创业版 你看是不是 这个他们之前在一二五 然后一路再拉上来 就是台北股市在拉回的过程当中 国际股市在涨这个大陆股市 大家都无庸置疑 就可以了解我讲的 可见我们在分析的盘式是很精准的 甚至我跟你讲说 美国股市在公布财报会拉回 公布财报完之后就上去了 那请问投资朋友 我要问你 我要问投资朋友 请问这里的台北股市 是要做多还是做空 你不要忽多忽空 我还是强调 不要忽多忽空 忽多忽空的话 不要你做不好股票的 我们来看今天所有的这个跌得很深 如孔 1476的如孔 你看 这个涨停板 前几天是大跌 你看日K线就知道了 日K线麻烦一下 你看大跌的 今天涨停板 我们看一些 这个生计股一堆 这个科研 一大堆 这个 生计股 剑桥 台围体 你看那个台围体 跌得多深 今天也涨停了 那一样我们再来看太阳能 太阳能 你看太阳能 刚才那个再看一下台围体好了 对不起 台围体好了 台围体 跌成这样子了 我们再看太阳能 6244的帽底 今天打这个至少这个 第一关过了 这个 本号科的 快要四成的这个税率 现在变成两成而已 一下减了一大半 那这一些 来我们投资面 来导播 我们就是要跟大家讲了 投资面我们现在是要做太阳能 还是要做生计股 这个很有趣 我跟你讲 我不做 我要做这一个 麻烦 59 这个 5392的 看看这个股票 我宁可做这个股票 今天供涨停 对对对 今天在 这是第二根 我们昨天又买回来 我们把图形稍微缩小一点 你看稍微缩小一点 你看一下 他是创新高的拉回 再涨一波 我要供这个 投资面我要供这个 我要供这个 当然包括特斯拉概念股 M茂连这个今天整理 平板附近整理 我要供这个 我要供这个 那我要我们今天再供一档机械人概念 机械人概念的话 那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新汉 这个8234的新汉 8234的新汉 我们供这个 这个整理完了 我要供这个 我不要供那个太阳的那个 我认为强者很强 我要供这个 我们今天再供这个 然后这个IC设计也看好 6104的 6104的麻烦给我们看一下 我们仍然看好这个 这个创委 我看好这个 我们仍然看好这一类的 一样 这个曾主委跟大家讲的一句话 大家要记得 现在叫做什么 稳健乐观 什么叫稳健乐观呢 你再怎么做 就是必须要有 所谓的这个基本面做考量 现在一定是基本面第一 国际股市 而国际股市你也不要忘了 一定要跟这个 这个全世界有相连动的 有连在一起的 比如说中国大陆最近真的是标翻天的这个 这个云端 看一下3057 像这一类的我就很喜欢 这个这一类的我就特别喜欢 特别喜欢 那股价也是慢慢上来了 而且拉回整理过了 一样 同时你要慢慢来把心静下来 老话一句 多空就在观念的问题 你可不要昨天看空今天做多的话 那你又陷于所谓的忽多忽空的架构了 我们再来跟大家讲一下 如果你老是这样的话 5392的这个硬华 你就买不到昨天相对的低点了 就是你一直绕不出这个框框 一样今天的心悍 你也没有办法买在相对的低点了 这个都是很可惜的 那这些股票好的股票很多 很多 那你现在的责任就是打起精神来 你要打起精神来 观念最重要 还是那句观念最重要 千万不要忽多忽空 再强调一次 这里就是多头 之前的拉回本来就是涨多的拉回 你原本就像 不好意思再看一次这个印划好了 这个我经常讲的 5392 这个过程当中你是有买有卖 再拉回再买一次再卖一次拉回 昨天再买一次 你的操作是这样子 就跟它跌300点500点没有关系 这个过程当中 你只要不是太阳冷 不是生技股 你应该都是还好而已 那现在要打起精神来 好好的强攻这一波 急涨盘 这一波变成急涨盘 好 麻烦是个星云 先打起精神来看今天的指数 最后是大涨了102点 收在了9243点 而在成交量能的部分 则是来到了863亿元 最后不管是加纯指数也好 还是OTC也好 今天反弹的幅度都超过了一个百分点 好后续到底投资人该如何挑标定呢 广告之后继续带您看咯 我们马上回来 专阅诚信负责支付专线0223923988 珍惜所有的鼓励 给全球好空气 大击空调 Global No.1 你和一起帮带听 小小一记 一口书无糖薄荷剂 隐含嘴里 威力无比 给你轻心带尽的好口气 一口书无糖薄荷定 轻心带尽的好口气 大导演卢贝松台北取景开摄 全美手中票房冠军 大脑潜能全面进化 8月20 露西 全新观点不超爆 每日关键报告 领先各大媒体 趋势我说了算 让您财经早知道 国际财经零距离 Makno News 让您独立思考 产业分析最犀利 带您抢先获利 锁丁巴巴 让您轻松钱混钱 就带三立财经台 不同的观点 看见更多的角度 不同的产业 看到更多的机会 不同的人生 看见更多的勇气 不同的语言 看见更多的视野 三立全球财经 看见趋势的力量 紫外线 从四面八方 伤害眼睛 ESPF 护眼防晒细数镜片 阻隔前方直射紫外线 并减少后方反射 ESPF镜片 搭配全视线 调节光线 护眼更全面 钻截镜片 提供二数倍 护眼防晒细数 防泼水 耐磨损 抗灰尘 抗油污 抗反射 清晰健康 一步到位 钻截镜片 来自法国一世路 欢迎回来 昨天的美股主要指数 是全面的走洋 因此激励了今天 台北股市也出现了 强势的反弹 萧老师 目前国际的状况是如何 我想国际状况相当好 因为NBI升级指数 在写新高 我想特别一样 打开我们的操盘工具 把这个操盘工具打开来 有些客户 还是要了解 这是我们的操盘工具 大概全市场只有我们这一个东西 其实说 全市场能够把操盘工具 做得这么完整 大概是我们 我最近经常跟大家讲说 投入朋友 你有空去我的FB看看 FB 那么FB你看到这一个地方 把他按下去 帮我按个赞吧 加入我们的粉丝好了 那么你可以看看我们跟大家提到 好像今天 投入朋友在问我说 老师 你的FB都是一大早 这个五点四点多 PO上去的文章 那么我想 这个也证明说 我真的是很早起 大概这四点多就起来 那做个工作 一个多小时之后 那我把我看到 就把它简单的PO上去 那么我们要看看 投入朋友 打开这个软体 打开我们的软体吧 看看这个NAS达克 有一个黑点 黑点是什么 就是创新高 他又创新高了 你说 NAS达克创新高 所以NAS达克是空头 有这种说法吗 有没有这种说法 没有这种说法 所以我常常跟你说 手头如果站起来知道 免得怕它 免得怕它 罪红胎 我最近那个 不知道有没有带来 手头如果站起来知道 免得怕它 免得怕它 罪红胎 我相信这一次 拉回过程当中 你或多或少 有一点受伤 我这样讲 你们听懂 但是你要把握未来 这两个多月 把它要回来 为什么两个多月 就来到十月份 港负持通车在十月二十号 那你不要以为 十月二十号之后 大陆股市大涨 因为它现在已经在大涨了 那美国联准会 十月份要全部退出 QE要全部退出 那么九月到十月的 欧元区的欧洲央行 有没有大的动作 这个动作 会不会是反效果 都是未知数 都是未知数 你怎么可能这个 到德国 长到一万多点 拉回 然后再这段时间 再拉上来 然后这个 会不会是做一个右肩 没有人知道 到时候能够判断 那时候到底是 是要再度拉回 形成右肩拉回呢 还是 N型反长持续上去 焦点就在 我们跟大家讲的这一些 有没有 那时达克创新高OK的 可是呢 到时候这些会告诉你 因为避险会跑到 会不会跑到 最近的这个 美国是股汇双涨 股市跟汇市也涨 所以利率下来 直利率下来 会不会跑到黄金避险 会不会跑到美元避险 最恐怕 最可怕的是 日元会不会升值 这一些都是判断 那个时间点 会发生的事情 是真的要下来 还是没有问题 直接再上去 股市就是这样 环环相扣 所以我这一次 一直跟大家讲 这里是多头的 投资朋友 千万不要忽多忽空 你不要告诉我 说你昨天看空 今天又翻多 明天今天涨一百点 明天小点 十点二十点 又看空 那你是在做啥 那你之前如果有 不小心去套住 或者说 这个是不小心赔了一些 要利用这 因为 股票就是要 去也快 路也路快 去也快 你就要把握 这两个多月的好机会 那现在不用烦 因为纳斯达克 已经创新高了 纳斯达克 创新高了 所以呢 手头已经乘得了 你不用怕 我们这些手末了 我们就是人家 国际股市的 这个支业而已 那是手末啦 那手末做红台 震荡一下 没有关系 基亚继续跌停 生技股一大堆涨停 但是生技股 要不要买呢 这是一门学问 生技股是有车 从现在开始 又进入一个大多头呢 这是一门学问 我认为不进燃 今天太阳冷一大堆涨停 太阳冷是不是要大涨了呢 问问他 问问他 这两天有点小声 问问他 可是呢 1.34以下的报价 是不会上来的 这样投资朋友 懂我意思吧 到时候 如果我跟你讲 那时间点是落在 到时候我们看看 最近的奢侈品指数 都已经跌下来 也在做右肩 他能不能速度很快的创新高 会有关 当时候的指数 到底会不会变盘 就是我跟大家讲 10月份那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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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10月初就要有警觉性 所以我跟你说 但是 股票不是这样预测的 股票是一关过一关的预测 一关过一关的做 现在 你把心静下来 全力跟他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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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看看 美国股市 这个 来 苹概股 苹果 苹果1.2 涨了1.2 那苹果呢 我们就锁定的就是印划 印划连拉两支 涨停了 我们就锁定印划 苹果就锁定印划 你注意听 那苹果已经快要 创历史新高了 你现在看到画面上的苹果 因为苹果历史高点是705块 你要乘以7 乘以7 只要你乘以7 是超过705块 他就是写下历史高点 因为他分割为7个部分 所以苹果也快创历高了 Skywalk也在 在这个历史高点附近 十几年来的高点附近 美国股市都是震荡 涨得很平均 但是呢 事实上我刚好也跟大家讲 美国股市事实上 在涨这个罗素2000 你看我们这个 这操盘工具也有提到 罗素2000 有没有罗素2000 有没有罗素2000 罗素2000 中小型股啊 大涨 大涨 所以一样 跌得很深 是这一两天 今天跟明天 明天再一天 升级股明天再反弹一天 你要把握卖点 太阳冷也是一样 把握卖点 那一样 拉上来之后呢 要回到正常的轨道 就是金管卫主委跟大家讲 稳健 乐观 什么叫稳健呢 一定要有基本面的 然后有题材性的 所以这也是我跟大家讲 观念是在这边绕的 我们来看看 这个美国的特斯拉 昨天再写历史高点 不过他收盘是稍微跌下来 所以今天 今天冒年在平盘 特斯拉昨天再度写下历史高点 那特斯拉收盘是稍微拉回 就是之前涨比较多的 就稍微整理一下 那跌很深的弹上来 那台北股市在这边绕 在这边绕 有没有很好的股票 当然我还是要跟大家讲观念 观念是最重要的 那大陆股市最近是云端飙翻天 有没有云端飙翻天 像今天这个中国软件 有没有 今天昨天连续三天 还有这个东风汽车 这个 自从十二块涨到二十六七块了 一倍多了 东风汽车已经涨到停牌了 前两天 昨天停牌今天又开出来 又是涨停板 涨太多被停牌 你看看 中国大陆股市跌很深啊 他不会跟你讲说警示啊 没法漏洩 直接跟你停牌 先休息个几天再说 这是中国股市的一个观念 那么我要跟大家讲 观念是最重要 所以我们再回过来看 这个指数这一块 我们再来看指数这一块 就是我跟大家讲的 有没有 你看今天 今天就正式在这个重要时间点 前 今天一开盘 前两天一个下跌 有没有 再度拉回 那指数今 你要顺着试做 今天一开盘 涨到二三十点的时候呢 一路涨到将近百点 你看 涨到二三十点 昨天就准备了 准备今天要翻多了 有没有 这是指数的 这个是三十分钟线 这是波段指标 波段指标 这是一天 这是今天 今天一整天 所以这是观念问题 所以我为什么昨天在这边 全台湾的头顾 大概我们这种分析 像我们这样的很少 昨天居然跟你讲说 今天大好 要大涨 昨天那个情况 昨天那种情况跟你讲说 今天要大涨 这个大概也没有很敢讲 我也没有十足的 把握 不敢说这个 我经常跟大家讲 我一定跟你讲 我看得懂的 重要关键时间点 就是要让你了解这个情况 那么关于这个指数 要麻烦心云 台子期以及电子期 最后的一个涨幅 都是超过了一个百分点 台子期最后输在了 九千两百三十九点 今天涨的比较少的是金融期 但是最后的奖幅也依旧有 0.75个百分点 这是期货上最后的一个收盘状况 提供给大家一起来做个参考 刚刚乔老师是告诉我们 国际股市到底在涨什么 那把它延伸到台湾呢 因为今天的多头气势非常的强 大家现在分分也对做多 我开始慢慢信心回笼啦 谢谢任何老师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些表弟 我想这个一样 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这个基亚 一样事实上 这个基亚今天 当时我常常讲说 同学朋友你不要误会 因为我觉得我是 我是最有资格跟你讲生计股 昨天啊 盘中访问我 跟昨天我都跟你讲 除了基亚之外 生计股已经止跌了 今天这个 止跌不见了 马上就大涨 然后可能涨个一天 两天又拉回整理 但是不会再胡乱的沙盘 这是我昨天交代的特别清楚 但是除了他之外 除了他之外 他比较辛苦 他现在都是 这个成交量 都只有个位数而已 不过市场上已经 已经对他 这个有点 这个市场上就是这样 根据资料统计的话 那个跌听板超过20家的 超过20只跌 20只跌听板 连续这样跳空跌听20只 有大概八成的 这个都可能会下市 做过没有做过下市 很麻烦 当然我不是恐 这个不是恐吓你 所以当时你会知道 在470 480 这一段过程当中 我们是在这边叫卖的 我们210叫卖 在470叫卖的 然后呢 它有一个 对近两个月的时间 然后才这样子 今天这是昨天的 这昨天 今天是第17跌停 那么我特别跟大家强调 因为这个根据统计资料显示的 它会不会变成下市 这没人知道 不过我认为 机会应该不大 机会不大 可是我们当时 我跟大家讲 特别你看看这个 你看看这一个画面 你看看这个画面 你看这个 这个是我们210块 接到你买的基亚的 当时拿到这里 这470 这个特别 你看这里是六月 六月嘛 这是六月 七月 所以我们在这五月初的时候 五月初的 这是五月 五月初 五月 这一个是一个月 五六 五月份 六月份 七月份 这七月份 就开始暴跌了 那么五月份 跟大家讲 然后我跟大家讲说 五月份开始接这一个 这个 你有没有看到 这是五月份 这是五月 这是六月份 有没有看到 五月份开始接这一个 就三十块附近 开始接这一个 你同样把基亚卖掉 的过程当中 这里当然我没有卖到最高 我是474块叫你卖的嘛 它大概十几块左右 但是你省得 它现在是天天跳空跌停 一百三十几块了 但是你那时候 把这个资金调到这边来 你看到今天 都还在六十几块 你看这个来回差多少啊 我那时候跟大家讲 IC设计跟生计是悄悄棒 现在还会再来一次 你不用觉得很奇怪 还会再来一次 因为现在回到多头的轨道 只要是多头的轨道 IC设计跟生计都是悄悄棒的 当时我们也在这个地方 跟大家讲 跟大家讲 这个 当时我也是跟大家讲 讲这个观念的 有没有 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操盘工具里面 当时就跟大家提到的 这个东西 有没有 你看这个 这个是不是五月份 来 你看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一下 你看这是五月份 这个是不是五月份 这个是不是五月份 五月份 五月份卖掉 跟你讲GR五月份 那时候来到三百七十 要叫你卖 这是五月份 有没有看到 这个是五月份 这个是五月份 有没有看到五月份 创尾 5月22号 5月22号创围 5月22号 5月22号 有没有很清楚 创围 我们的操盘工具里面讲得很清楚 讲得很清楚 讲得非常清楚 你看起掌第一跟往多方进场 有没有 停损停力点在底下 你就这样来回操作 是不是现在又来到高点附近 头头我就是要跟大家讲这关 这是一个 一个瞬间的转变的话 对你来讲差很多 我也不须承认 当时我们叫你在卖生计的基亚的时候 那么这个基亚还有高点 那生计股还拉了一小坡 可是你会抢到最后一小坡的话 你忽略到最大的风险在后头 今天生计股涨停板又怎么样 他们跌了多少 你看那个4152的 今天涨停板又怎么样 你看 市长今天涨停板技术面都还没翻多 你看 当时在4152在这个地方 也是在这个看日期 你真的是觉得 很有趣哦这个是日期 你看这里有一个箭头 有没有 这个叫台为体 你看 这是他6月初的时候 他才开始跌 有没有 这个是多少 这个是340块附近 这个是200块以下 你看这跌了一大段 跌了一大段 今天涨停板又怎么样 实际上今天涨停板技术面也还没翻多 可现在这个风险都还有存在的 都还有存在的哦 我想这是观念哦 好一样哦 我们一档一档还跟大家讲哦 印华 这个 5392的印华 有没有 昨天跟大家讲的 昨天极短线了 极短线 这个我们做好几次了啦 这个我们做好几次了哦 印华 有没有看到 昨天 这是今天日线正式翻多 可昨天小短线上已经翻多了 有没有看到 8月18号 今天8月19号 来照近一点 8月18号 有没有看到 12点38分的时候翻多 印华 印华 有没有 今天要看 有买有卖 有没有 有买有卖 再来一次 再到这边来 再到这边来 再来一次 又翻多了 这个 都是观念哦 观念 所以我 我们印华这一段过程当中啊 客户在这边 所以我说啊 说到做到买到赚到的原因就是这样子 说到做到买到赚到 这个 这个架构一定要大家了解 说到做到买到赚到 有没有看到 当时我在这边买的 五十块附近 结果两天过后我在电视上讲 五十块附近 那两天过后在电视上讲 这里卖一次也跟大家讲 这里卖一次跟大家讲 什么卖一次 然后这一段时间哦 这个之前的 这是前几天的 卖一次拉回再买一次 前两天刚才讲机会又来了 机会又来了 有没有 这个就要跟大家讲机会又来了 那昨天呢 今天又涨停板了 这两天连续两天涨停 所以我说这个才叫做操作 这个才叫做操作哦 你不要错过一些好股票 像星翰 有没有 这个是做机械人的 机械人的 今天我们是供星翰啊 今天供星翰啊 哦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星翰哦 八二三四 三四的星翰 有没有 它是短线上又再度转强 哦 星翰短线上又再 它是如何是我们 小时线转强的哦 这个是 是我们这个这个单股的 单股的投资人做的 哦 单股的投资人做的 你看一下星翰 哦 映华 映华星翰都是哦 今天这两天 今天又再度转强了 这两天又太难 小时线又转强了 星翰 这两天又转强了 这两天又转强的股票 这也是我们今天 你看它整理完了 整理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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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说我不做太阳能 我不做生计 我宁可做这种的 还有没有好的股票 多的是 你看国统 你看国统 有没有 营收大幅啊 第一季是0.5 第二季1.36 它去年是2.1 这两个加起来1.89 你看好戏还在后头 永贯三军 你要把握这个 最佳的出手点 把握这个最佳的出手点 乔顶啊 中国大陆云端涨两倍了 当然那是在这边震荡 今天是小涨而已 好戏都在这些好股票 包括我们跟大家讲的 F帽连也是 F帽连也是 我之前跟大家讲 一百一十五块 今天一百三十几 现在一百三十几 都是绝佳的一个买点 所以我经常跟投资朋友讲说 好戏就在这个当下 那么你自己现在心里要有数 要有数 那么我希望投资朋友 你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团 来给我们这个台股新攻略 帮我们给我们看一下 准备不希望看他电视节目 就是要 赶快来跟我们做一个联系 那一样喔 好戏就在当下 所以我说 给自己一个机会 他说没有 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好戏就在当下 把握最后 最近这一块的一个格局 来跟我们一起共创双赢 跟我们一起共创双赢 把握最好的机会 来跟我们共创双赢 顺便来跟我们预约 下一档的标马股 跟我们预约下一档 来跟我们一起共创双赢 好机会就在当下 如果你有一些个股上的困扰 不知道怎么做 做解套的话 赶快跟我们联络 好 谢谢乔老师 我们带来最及时的分析 那台股新攻略 也会持续的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再会 拜拜